小伙伴们 你们是不是想歪了 以为我呆呆在干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 那你们就大错特错了 其实这是喷水瓶 刚刚呢给大家展示了喷水瓶的效果 这一次呢我们不喷水了 喷岩浆 首先我们需要做一个空喷雾瓶 喷雾瓶的制作也是非常简单的 只需要三个食材阶 一个石头按钮 一个铁栅栏 一个弓 一个玻璃瓶 就可以制作出空喷雾瓶了 然后呢我们再做一个喷雾瓶液体罐装工作台 只需要一个漏斗加五块原石 还有一个铁栅栏就可以制作出来了 然后呢我们再做一个熔岩瓶 熔岩瓶的制作是四个玻璃瓶加一桶岩浆 就可以制作出来了 好的 然后呢我们在这个工作台上面 放置空的喷雾瓶 再放置熔岩瓶 再放置一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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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的这样呢我们的熔岩喷雾瓶就已经做好了 现在呢我们找一只怪物 往它身上喷岩浆 看看能不能把它给烧死 诶 这怪物都去哪了呀 听说我有了岩浆喷雾瓶 是不是都不敢出来了呀 跑哪去了 诶 这边有小鸡 那就找它来试一试吧 喷 喷 喷嚷有点劲了 来 就你了 哇 可以造成伤害 只不过它在水里面 好像没有烧着 小鸡鸡 两个烤拳机 就 就你 烤拳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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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你了 烤拳机 烤拳机 好的 嘿嘿 怎么样 我那配物品还是非常不错的吧 果然是熟鸡肉了 吃一块 嗯 贼爽 好啦 小伙伴们 是不是觉得这个喷物品非常不错呢 不仅喷水 而且还能喷岩浆哦